各位学校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22章 外币折算 我们先来看本章关注的问题 两个 第一个外币日常业务的快处理 三个日的合算 那么第二个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用什么忽略折算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项选择 第一题 家公司以人币作为记账本为币 下列各项 关于假公司期末 外币账户 这一看就是日常业务合算 不是报表折算 是外币账户 折算为人民币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I 外币合同资产 按照资产负债表日 G7汇率折算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合同资产 它不属于外币货币型项目 所以在这不需要 在期末金折算 B 以公允价计量 其次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外币债券投资的 汇兑差额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错了 那么这里是指的是 它的汇兑差额 汇兑差额 进入财务费用 所以B也错了 持有的以贪予成本计量的 外币债券投资 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 G7汇率折算 这是正确的 那么D 外币预收账款 那么在这没有折算问题 所以A和D 这两个都是属于 非货币性的 所以不需要 在期末再折算了 所以答案选择C 所以外币 合同资产预收 属于历史成本计量的 外币非货币性项目 所以资产负债表日 不改变其原来的 既当本位笔金额 不需要再折算了 好 那么选项币再说一下 其他债券投资期末的 汇兑差额 包括本金和利息汇兑差额 是记录到财务费用中的 好 第二题 那么先看求什么 求的是汇兑损失 汇兑损损失 这种题得计算了 下来看 告诉我们是按月计算 该公司呢 在23年3月6日 自银行告入外汇是600万美元 当日汇率呢 是卖出价告诉我们了 然后当日市场汇率告诉我们了 这道题告诉我们是按月计算 所以告诉我的是三月末的市场汇率为7.06 那么现在问的是三月份的 因为告诉你按月了 所以考试按季按月按半年和按照什么按年都考过 都考过 所以一定要审计 审计 所以三月份的 三月份 那么这里涉及到的坑 一定要注意 一个是兑换时产生的 那么一个期末产生的两个问题 对吧 好 答案选择A 好 我们来看 23年3月份产生的汇率差额包含两个 一个是购入外汇时 一定产生的是什么 是损失 那么第二期末的时候产生的汇率 这个汇率可能是损失也可能收益 如果是收益的话 那么我这块用负号反应 因为我前面定的是损失 前面这个定损 损失我定正号了 那么收益这块我定负号 所以这有讲究的 符号错了 整个就错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购汇600万美元 600万美元 乘以 当日汇率和银行的什么价 银行的卖出价 因为购汇对银行来讲卖出价 那么卖出价是7.1 当日汇率是7.65 那么看好了 这俩减出来以后 这俩一定是损失 大的减小一定损失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再来看期末 期末汇率是7.06 7.06 简单又发生时的汇率7.05 好 那么这个算出来正的 算出来正的 正的话借的是银行所带财务费用 带财务费用收益 所以前面是什么 是负号 最后算出来24答案 是呢 就这种题注意一下 好 再来看第三题 那么还是问的是 23年年末 产生的汇兑差额多少 来看一下 23年1月1号 甲公司支付价格是1500万 告入 美国发行了三年期的 I公司债券 甲公司将其分类为 公元价值 计量且即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三 面值1500 票面利率6% 然后年末支付利息 实际利率是6% 当日汇率是6.83 23年12月31日 公元价是1600 1600 好 然后呢汇率6.84 求23年末产生的汇兑差额 好 答案选择币 我们来看一下 甲公司应该向债券投资期末 产生的汇兑差额 那么是 第一个 我们要讲到本金的 一个本金的 一个利息的 在这道题当中 只有本金的 我们来看本金 本金1500万 长以期末汇率 要不然减掉上期末 要不然减掉又发生时 这两种情况 这道题23年预号买的 23年末 所以是期末汇率是6.84 减又发生时的6.83 所以算出来是15 所以答案非常简单了 如果编分路我们看一下 借的是其他债权投资 二级科目成本 代银行存款 二级科目美元是15 乘以6.83 算出10245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 期末寄息 借应收利息 代投资收益 那么金额是15 成票灭利益 再长以 期末的汇率6.84 期末汇率6.84 算出615.6 好 支付利息的时候 那么是马上支付了 马上支付了 所以这一块呢 是615.6 还和这个金额是一样的 615.6 然后呢 那么现在要算汇兑差额 汇兑差额是 本金以先五 成括号里面 是6.84 是期末的 减掉又发生时的 6.83 算出15 跟刚才一样 翻落 借的是其他债权投资 二级科目成本 代财务费用15 那么应收利息 汇兑差额是0 因为已经支付掉了 已经支付掉了 所以本金加利息 到汇兑差 利息是0 就不用管他了 然后再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供允价值变动 供允价值变动 期末供允价调整到1600了 乘以期末汇率6.84 这是一个 减掉余额 期术余额 我们刚才说过了 是10245最早的10245 那么后面又借了一个15 对吧 两家在一起 那么算出6.84 所以调增账面价值 借的是其他债权投资 二级科目公演价值变动 代其他中额收益 6.84 那么这个内容 题目没问 没有问这个内容 但是你知道 过程总算就可以了 好 第四题 问的是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多少 好 来看一下 21年11月30日 该公司以8000美元 每台的价格购入A产品22台 那么21年末 甲公司已出售了两台 库存上有20台 20台 然后呢 国内市场上仍然没有价格 国际价格跌了 跌了 从8000美元跌到6500了 假定10月30日 G7汇率是6.54 就是购入的时候 期末汇率6.44 那么问确认的减值损失多少 那么这个减值损失不区分的 也就是说资产减值损失和汇率变动 都记不到资产减值损失中心了 所以金额是来看一下 期末还剩20台 乘以买的时候单价是8000 每台8000美元 乘以买的时候汇率6.54 再减掉期末 20台乘期末的供应价6500 再乘期末的汇率6.44 算出209 200 那么这个209 200既包括汇率变动 又包括减值损失不区分了 答案 选择币 好 第五题 国内A公司92%的营收来自于对各国出口 其商品价格以美元结算 受美元的影响 其人工成本原材料及相关的设备啦 机器啦等等 95%以上 那么是在国内采购并用人民币来进行计价 收入美元支出人币 支出人币对吧 那么同时A公司在国外取得收入 在汇回国内时 可以自由兑换成人币 可以直接兑换成人币了 其A公司对所有的外币结算资金往来业务进行 套期保值操作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正确的是 那么A公司以美元作为记账本币不可能的 这要一看 应该选择A公司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币 所以找去吧 A不对 那么B选项 B选项也不对 C靠谱了吧 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币 因为人民币对其日常活动支出取得主要作用 这句话好像不对吧 那么再来看这个递选项 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币 因为人民币对其日常活动支出主要作用 且已经对外币业务进行套期保值了 套期保值了 那么这块还有一个套期保值的问题 好所以答案从目前来看一个D选项正确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收支不一样的情况下 选择人民币还是选择美元的话 我们要看什么 要看什么 看第三个因素 看第三个因素 那么第三个因素还记得吧 一个最后收什么钱 还有一个融资获得资金来源是什么钱 好 所以在这个题目当中 美元对日常活动的收入是其主要作用 而人民币是对它支出起的作用 对吧 收支不一样了 单凭这两点无法反正 所以需要考虑第三个因素 所以A公司已经对外币交易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则外币的汇率变动影响可以基本上消除了 所以我们选择人民币可以作为记账本币 人民币最后我收什么 我们收的是人民币 那么收人民币 所以而且套期保值了 所以汇率变动风险在这基本上 已经给它消除了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答案选择D 所以这个题目一看看 最后这话在这 所以答案选择D 好第六题 问对营业利润的影响金额 营业利润影响金额 来看一下 21年与外币投资业务资料如下 第一个资料 12月6号 将公司以每股9美元的价格 购入以公司B股500万股 化分交易性金融资产 当日汇率也有了 年末公允价是每股10美元 买的时候9美元 现在10美元了 这是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 12月20号 假公司以每股6.5 这价格购入 购入秉公司的B股5000万股 作为其他全一工具投资了 当日G7汇率也告诉我们了 年末公允价是7美元 7美元 那买的时候6.5 现在7美元 好 那么年末汇率是6.5 我问的问题是对营业利润影响金额 那么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除了现金股利能影响营业利润 其他的都不会影响 从双到双都不会影响 所以能影响只能是交易性金融资 这题简单了吗 所以来看一下 所以打以水的B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包括汇率变动 都是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因此在这对假公司 营业利润没有影响 影响的只有那个交易性金融资 所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变动不需要区分 汇率变动和公允价值变动 那么都记得到公允价值变动损中去了 所以是500万股乘期末公允价涨到10美元了 乘期末汇率6.5 减掉买的时候的成本 500乘买的时候是9美元 乘买的时候汇率6.63 算出2665 所以打以水的B 好 再接下来看第七题 第七题 问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好 来看第一个资料 自境外市场上购物存货 那么国内市场上没有该存货供应 那么期末存货 外币可变现净值与G7汇率计算确定的 人民币可变现净值 据此为基础计算存货跌价准备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内容强调的是 汇率变动和减值损失不区分 第二个为建造固定站 介入专门借款 那么专门借款资本化期间利息 和汇兑差额是既入再建工程 这可以 但是一定要专门借款 三 以外币计价交易性兼容资产 那么期末汇率变动 还有供应价值变动区分吗 不区分 第四 收到投资者投入的外币资本 按合同约定的汇率 折算实收资本 按合同约定的汇率 折算实收资本 我们说过了 收到外币投资本 两个不能用 只能用一个 第一个不能用的 合同约定汇率不能用 第二个近似汇率不能用 近似汇率不能用 只能用什么 只能用当日汇率 当日的机器汇率 当日机器汇率 好 那么不正确的是 不正确的 那么这个显然就不正确了 来吧 以外币计价存货跌价准备 这个正确了 减值损失和汇率变动不区分 都记录到自然减值损失 都记录自然减值损失了 B 外币专门借款利息及汇兑差额的处理 正确 资本化 那么C 以外币计价交易性金融产的供应价值变动 那么不区分都记录到供应价值变动损失了 唯独这个错了 怎么错了 这块错了 它是合同约定汇率 折算就不对了 应该按照当日汇率折算 所以答案选择D D不正确 好 第八题 下列外币财务报表 就外币报表折算了 报表折算了 不正确的是 资产项目和负债项目 应当采用资产负债表日 G7汇率 资产负债表日 就12月31号的 说大白话的折算 没错 所有者权益项目 除了未分配利润项目外 其他项目 均应采用交易发生时的G7汇率折算 就这个字 去年 严考地区 好像一道考题 它这块写的又写日了 又写日了 也算对 也算对了 这个注意一下 C 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 应采用交易发生日 这个对 这不能写实 日 G7汇率折算 也可以采用 与交易日 G7汇率近似的汇率 进行折算正确 也叫平均汇率 D 在部分处置 在部分处置境外基金时 应将资产分代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当中 那么列的那个叫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指的是那个外币800折算差额 那么转入当期 所以他说的全部错了 你在这部分处置 那部分处置的话 应该是按比例节转 所以D在这不正确 好 再看第九题 那么问的是不正确的事 来看一下 8月24日 从国外购进固定资产 合同价款是100万美元 获到后10天内付款 当日汇率是6.8 钱没给 好 那么当日用人币支付增值税 这都没问题了 增值税 8月31日 汇率也告诉我们了 9月3日按照合同规定付清货款了 当日汇率6.85 然后当日银行存款的卖出价是6.87 好 问的是不正确的 问的是不正确的 8月24日 固定咱入账价值 这个简单 入账价值的话 那么应该是从分路来看一下 那么借固定资产是100万美元 乘以当日汇率6.8 6.8不就是680吗 这个正确了 同时借固定资产 带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也应该是680 这个正确了 8月31日 应付账款产生了汇兑差额 那么他说的是汇兑收益10万 我们算一下 来看一下 不就是期末的汇率 期末汇率6.9 减掉又发生时的汇率6.8 那么算出来是正的 正的话应该是代计 应付账款 借财务费用 借财务费用应该是汇兑损失 他说收益错了 收益错了 收益错 那么8月31日 应付账款美元科目的余额 应该调整到 调整到6.9 调整到6.9 这是正确的 所以答案 C不正确 在这应该是损失 应该是损失 因为代应付账 借财务账 损失 他说收益不对 他说收益不对 好 10 资料同上 那么如果9月3日 结算日下列 下列表中 问你不正确的是 如果用美元存款 付清所有货款 那么充减应付账款 690这个证券吗 这个证券 结算日充的是什么 充的是余额 是吧 充的余额 上期末已经调整到690了 这证券 比如如果以美元付清货款 那么确实汇兑收益5万 这个对吗 看分路 借应付账款690 代计银行从美元 当日汇率6.85 算出685 差额的贷方 贷方收益 那么这个证券 好 C如果用人币付清货款 也要充减应付账款余额 那么这个错了 那么这个余额还是多少 还应该是多少 还应该是690 还应该是690 那么第一 如果用人币付清货款 确认会得收13万 看13万吗 在这 借应付账款美元 还是690 带的是银行从人币 那么人币用的是100 乘以6.87 是银行的卖出价 卖出价 差额的贷方 叫汇兑收益 这个正确 所以答案选择C C不正确 好 分路 我刚才都说过了 第11题 去年的考题 乙公司和饼公司 均为假公司 境外经营 这种题 应该严格说了 应该第一次考 我讲了很多很多年 终于考到了 终于考到境外经营 讲公司记账本位币和猎豹货币 都是人民币 那么乙公司记账本位币和猎豹是什么 是美元 好 这是美元 然后饼公司记账本位币 那么和猎豹的货币为港币 为港币 所以俩子公司 我是母公司 是人币 一个子公司是美元 一个子公司是港币 那么下列表述当中正确的是 来吧 好 我们来看A选项 资料在下面 资料自己看一下 对着这个说 那么A 你公司个别报表中 以美元 美元作为计价情况下 告销三个日合赞 什么投资 借款等等 都是用美元计量和猎豹的 所以这个A 是绝对正确的 那么再来看 饼这又一个子公司 个别报表当中 以港币告入的 某香港公司的股票 这个干嘛要折人币 干嘛要折人币 不对 他所有的日常业务核算 那么都应该用港币来进行 计量和猎豹 那么C 假公司 个别报表中 收到境外投资者 投入的英镑的 那么按合同约定汇率 合同约定汇率 按照交易汇率 折算 差额 记录当局 那么错了 为什么错了 我说多少遍了 收到 收到外币投资 只能用什么汇率 只能用当日记役汇率 第一 假公司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应该将乙公司和扁公司的 财务报表各项目 折算人币 产生的差额 既有损益 产生差额不是既有损益 既有哪 既有其他综合收益 既有其他综合收益 名称叫什么 叫做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I I正确 好 来看一下解析 将企业境外经营通过合并 权益法合算 等纳入合并报表中 需要将境外 且境外基因财务报表 要折成什么呢 要折算成 母公司的记账本币 也就是人币来赔那报表 所以乙公司和扁公司 都是假公司境外基因的子公司 所以子公司个别报表中 无需按照母公司记账本位币折算 而是在合并报表中折算 产生的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是在其他综合收益中来劣势的 所以选择I正确 BD不正确 选C 选C说很多遍 自己看就可以了 好再看第十二题 这是去年研好的 那么对境外子公司 外币报表折算时 采用交易日 G期汇率折算的 交易日 G期汇率折算的 那么固定自然不是 固定自然按资产负代表日 按资产负代表日 不是交易日 那么交易性 金融自然和固定自然一样的 这俩是一样的 那么未分配利润是 根据勾计关系算出来 到级只能到这个 只能到级这个 而这个内容是日吗 是这个日吗 我不知道是考生回忆版 回忆的问题 还是原题就这么 这种题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出现了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的是B 所以这个内容按照准则来讲 应该是这么说 资产和负债用的什么 资产负债用的是资产负代表日 G期汇率折算 所有者权益项目 除了未分配利润项目以外 其他项目用的发生什么 时 你看到吗 这块他说的日 你说怎么办呢 这就不是第一次了 终极支撑也这么好 终极一块支撑也这么好 那没办法了 所以两个都算对 所以这道题只能选B 好到这为止 单项选择我们讲完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多项选择 第一题下列关于外币折算表述中不正确的 再不字了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如果是由外币确定的 则应先将可变现净值折算为 记账本币人币正确 然后再与记账本币人币反映的存货的成本 两一减不就减值损失出来了吗 所以A是正确的 B 对固定自然减值测试时 如果未来现金流量的结算货币是外币的 则应该先将外币现金流量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错了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然后再按照记账本币适用的折现率去折现 不是的 他这道题一定要注意是先折现后折汇 先折现按外币折现 你的现金流是什么呢 是用结算 比如结算货币是美元 你先拿美元的现金流乘以美元的折现率 折完现以后再去折汇 再折汇 所以这个不对 以公允价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外币非交易性的权益公投资的 汇兑差额 汇兑差额 以及外币现金股利产生的汇兑差额 均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错了 这个内容是介入到财务费用中的 这个错了 第外币非货币性项目在资产负债表日均不产生汇兑差额 资产负债表日均不产生汇兑差额 那么注意啊 这个非货币项目在这里头没毛病毛是不产生汇兑差额 但是你要注意汇兑差额 我们通常所讲的是汇兑差额是汇兑变动 对吗 但有些内容虽然是非货币性 但是要考虑汇兑变动造成一下 所以在这均 这是错了 所以这个不对 所以答案 B C D 好 来看一下解释过程啊 选项币 选项币我说过了 先去折现 所以先以外币适用的折现率 先干什么 先算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算完限值以后 那么再给它折成即当反位币的金额 那么C 外币非交易性的权益供业投资 那么这个呢 本身汇兑变动没问题 既有其他综合收益 从生到死 不能进水 但是应收鼓励 应收鼓励 那么这个是货币性的啊 那么这个汇兑差额是寄入到当期财务费用中的 前提 外币非货币性 在自然负债表日 不会产生汇兑差额 但是并非所有的 不是所有的 有些内容是需要算汇率变动造成影响 但它不是既有财务费用 比如说外币非交易性的权益供业投资 那么在自然负债表可能产生汇兑差 但这个差额并不走财务费用科目而已了 所以BCD不正确 好 第二题 下列各线关于外币报表折算表售中不正确的代步字 在对构成境外经营子公司的外币财务报表进行折算的时候 其产生的折算差额中归属母公司的部分 单独列事于外币报表折算差额项目 这个错了 这个报表项目早就取消了 很早就取消了 以前我们国家在这这个项目叫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现在改成什么了 改成其他综合收益了 所以错了 B在对构成境外经营子公司外币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 所产生的折算差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部分 填列在其他综合收益 这又错了 归属于少数股东部分 列作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以这个错了 C 以某公司子公司记账本位币以外的 以外的货币 反映了实际上构成对境外经营子公司 净投资的外币货币项目 产生的汇兑差额 产生汇兑差额 在个别报表中既有草务费用 可以吗 但是到了和平报表中 不是记这 不是记哪了 那么转到其他综合收益 转到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C也错了 D 以某公司记账本位币反映的 实际上构成对境外经营子公司的 净投资的外币货币项目 其产生的汇兑差额在和平报表中 这个对了 转到其他综合收益就对了 所以ABC不正确 好那么来看一下 在这构成境外进行子公司的外币报表折算时 所产生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的部分 那么没人说我现在说的归属于少数股东份 少数股东份叫少数股东权益中 好这是一个 那么C选项 C选项来看一下 以母公司子公司记账本位币以外的货币反映的 实际上构成对境外进行子公司净投资的外币货币项目 这个外币货币项目 说大白话不就是长期应收长期付吗 产生的汇兑差额在个别报表走 但是到了河边报表要转到其他中国收益 考过不经常考 好再来看去年的考题 蒋公司以下境外投资和经营实体 那么问以下属于蒋公司的境外经营 这又一次考到境外经营了 记住境外经营的特点是 不要看到地理位置在哪 那么第一我们俩什么关系 记住那俩什么关系四个关系吧 母子公司联营合营分支旧 第二他的记账本币和我不一样 是吧 记住俩特点行了 一在美国运营的子公司 子公司一看啊 那么记账本币是什么 是美元 那我们假公司记账本币人币 第一我们俩什么关系 母子公司 第二他的记账本币和我一样吗 不一样 属于我的境外经营吗 属于 在营公司属于了 属于了 再看第二 在法国运营的合营企业 饼公司 记账本币和我一样 第一我们俩什么关系 这不合营吗 合营吗 对吧 那么第二 他的记账本币 欧元 我人币属于不属于境外经营 属于啊 所以饼也属于了 再看第三个字 在英国运营的一个 联营企业公司 记账本币为英镑 我人币他英镑 我们俩什么关系 联营 属于吗 再接着看最后一个 外于香港单独运营 独立合算 分支机构 记账本币与港币 第一 我们俩什么关系 分支机构 第二 他的记账本币和我一样不一样 属于不属于境外经营 属于啊 所以ABCD都属于 这题没什么难度 白给分 好 第四题 下列关于外币交易的处理中 正确的有 外币交易啊 以历史成本 计量的外币非货币项目啊 注意 人家说非货币项目 在资贷代表日不再计算汇兑差额了 这说了三个日的合算 三个日的合算 这也不再产生汇兑差额了 那么这个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B 如果存货可变现净值以外币确定的确定存货期末价值时先要将可变现净值折算为人币计量百币 没错 可变现净值小于存货成本差额体检值吗 体检值 这门问题正确 C 如果交易性金融赛期末供允价以外币反应的则其汇率变动所引起的供允价值变动 通通记录到供允价值变动所欲装不需要区分了 证券 其他债权投资期末供允价值以外币反应的啊 那么其汇率变动引起的价值变动既有其他存责收入也错了 这个记得走财务费用 汇率变动走财务费用 供允价值变动走其他存责收入 这样去中猜 所以答案选择ABC 第五题 下列关于企业外币业汇率选择说法中表述中正确的是A 且收到投资者投入的外币资本 有合同约定汇率的 按合同约定汇率 这算错了 两个不能用 两个不能用 一个合同约定不能用 一个是平均汇率不能用 只能用当日汇率 C A不对 B 资产负代表日 外币货币项目应按照当日的G7汇率来进行调整 外币货币项目 那么这个正确吗 这个应该正确的 C 资产负代表日 以历史成本纪粮的外币非货币项项目 仍然采用交易发生的汇率折算 不需要在期末代算汇率下的通常情况下正确 所以这个正确吧 正确 外币交易应当在初始券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G7汇率 G7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计量版币 不得采用 这个不得采用错了 可以不可以采用那个近似汇率折算 可以初始计量时你既可以采当日也可以采近似都可以 所以D不正确D在这要注意 那么是不正确 那么正确的值也不对吧 那么只有BC正确吧 BC没错 好 在第六题下列情况中且选择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的情况有 人民币 甲公司系国内外贸自营出口企业 80%的营收来自于向美国出口 其商品销售价格受美元影响 以美元计价 其人工成本原材料等等 这些80%在国外采购用美元计价 那么这个内容 他的选择记账本币是 他应该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美元 所以这个不能选 B 以公司人工成本原材料及相应的厂房设施等等 百分之百在国内采购用人民币即将 那么取得收入呢 取得收入直接兑换成人民币了 而且淘体保值了 所以这个应该选择人民币作为记账本币 这问题了吧 饼公司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欧盟 加工技术设备等等是由欧盟方提供的 产生的生产这个产品向国内销售 假定为满足采购原材料需要 那么需要欧元 该公司向欧盟国家借款了10个亿欧元 720年是当期流动资金金额的4倍 那么由原材料采购和欧元结算 所以他所需营运资金也是获得融资的一个来源 因此在这种情况 他的记账本币应该选什么欧元 选择欧元 所以这个不能人币 丁公司80%的收入及其原材料 都是拿人币来结算 这个你可以用什么 人币作为记账本币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的这是币吧 币和币 币和币没错 好 这是一个解释内容 自己看 第七题 企业选择境外经营记账本币 除了考虑一般企业确定记账本币因素外 还应该考虑因素哪些 考虑因素哪些 I 境外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 是否直接影响我的企业的现金流 是否可以汇汇 考虑吗 考虑 B 境外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 是否足以偿还其现有的和预期任务 考虑 C 境外经营对其所从事的活动 是否很强自主性考虑 D 境外经营活动中 与其的交易是否在境外经营中 占有较大比重 考虑 四个因素的考虑 四个因素的考虑 我原来讲个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你给我反应反应 看能不能反应过来 说我在美国开了家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假定说 他的任务就一个任务 从北京进货 在美国销售 你不能和别人交易 只能和我交易 所以在这个地区要满足吗 满足 是否占有较大比 百分之百 他有很强自主性 没有很强自主性 我要求他产生现金流 马上给我汇到北京账户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注意 我不给他钱 房租水电费 他支付不了 明白了吗 在这后问大家 我在美国那家分支机构 他的记账本币选择什么 选择人民币 他属于我的境外基金吗 不属于 别跟他美国 不属于 所以答案 ABCD都可以选 好 第八题 现在进行外币报表 折算时 报表 折算时 那么应当采用发生时 发生时的G7汇率折算的 发生时的 那么记住了 我讲过什么来着 是所有者权益项目 除未分配利润项目以外 那么都应该采用的是发生时 长期借款固定算案 用的资料代表日 所以答案选择B和D 好 第九题 问问表述正确不正确 来看一下 这道题告诉我 安记 计算会对损益 7月18日 从中国银行 介入专门借款 1000万港元 用于构建固定资产 好 该工程建设 超过一年了 并在7月1号 已经动工 并发生部分支出了 年利率5% 借款期三个月 那么介入港元 存入银行了 当日汇率 0.9 9月30号汇率 0.85 三个月后 归还了 那么归还1000万港元和利息 12.5 那么归还的卖出价 0.88 当日汇率 0.84 问表述中 正确的事 一个来 78日取得 借款是代季 短期借款 二级科目 港元 那么金额是900 不就是1000 乘以当日汇率0.9 不是900吗 在这个正确吗 正确啊 9月32号 短期借款 形成汇率收益为50 边分路呗 不就是1000 乘以括号 期末汇率是 0.85 又发生时 0.29 算是负10 负10是借短期借款 代再建工 构建不丁散 代再建工程 那么这是 汇率收益吧 收益吧 充建 再建工程吗 上去 所以9月30号 那么短期借款余额 应该调整到哪了 调整 调整到了850 因为是买的时候是900 那么充了一个50 那么余额是850 调整到这个0.85 这块了啊 10月18日增加再建工程41 10月18日归还的时候 那么借再建工程 看着有个30吧 为什么呢 借短借款充余额 代银行所人币是卖出价 差额 那么借再建工程30 还有利息呢 还利息合在一起 多少41 正确吗 都正确 好 答案 ABCD 好 第十题 最后道题 下列外币交易 会计处理说法中 正确的是 A 且构建固定赞 而占用外币 一般借款 在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内 产生的汇兑差额 介入到固定赞成本 错了 应该走 财务费用 一般借款全部费用化 B 其他权益工投资 外币现金鼓励产生的汇兑差额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错了 走操费用 金融资源对应的营销利息科目 所产生的汇兑差额 都是走操费用这个正确了 B 处置境外经营为子公司 将也列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外币报表 值得差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部分 是全部处置或部分处置分别 应该终止确认或转入少数股东 权益中去 少数股东权益中去 那么这个正确吗 这个正确 所以答案选择Safety Safety 好 到这位置 多项选择我们讲完了